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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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非洲東北的非洲之角地區 是伊索比亞 厄利垂亞等國 共1.4億人的家園 如今卻因為連續三個雨季降雨不足 陷入1981年以來最嚴重感旱 農作物大減生出死亡 嚴重飢餓威脅下 民眾不得不離開家園 進一步加劇衝突 更糟的是 這滾滾黃沙獵獄還在擴大 我們在目標中 我們在目標中 我們非常感激 我們在目標中 我們真的在看 更不適合地 我們在目標中的事件 我們在目標上的事件 在2011年 今年的長期乾旱 奪走索馬利亞25萬人性命 避免悲劇重嚴 世界糧食計畫署發起物資 希望籌到3.27億美元 協助450萬人渡過難關 也幫助社區應對極端氣候衝擊 我願意採取村子的言語 請不要太長 大新聞收看編譯